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价值您投资》 大盘持股就是在整理 很多朋友认为这个盘不好操作 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你只要了解 大盘的内涵结构 定出对的策略 你一样可以赚钱 目前台股为什么不会动 指数为什么撑在那边 因为就是有 三分之一的股票 它是往上涨的 三分之一股票不动 三分之一股票会往下做修正 所以我给你的策略 做多上涨的强势股 放空下跌的弱势股 这是我目前给予同朋友的操作建议 做多强势股 放空弱势股 你自己看一下 我们做多强势股今天冒脸 大涨8块钱 漂亮吧 我们放空的一个下跌弱势股 今天名利盘中跌停板 股价来到波段新低 很明显的两个分别 会上涨的 你跟我逢低接 会下跌的 你跟我逢高空 你会得到双重的一个获利绩效 所以对于这档冒脸 我们是不是趁大盘 重做的同时 开始做承接 6月1号 当天大盘数中错 开始进场低接 6月1号离大盘数盘中跌了100点 茂林这档股票 我们接在146 逢低沉接 只有隔天6月2号 涨到158.5 我说这一根大量它不是出货量 如果是出货量 我当天会卖 我也不会考虑接回 就是因为不是出货量 所以当他回档修正 6月4号那一天 又来到16 我告诉你下来要敢买 回到我进场的位置 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一下 当天他没有涨 我问你你敢不敢买 你敢不敢买 他没有动 但是这一次 再次进场的一个机会 因为又回到146 所以我们对一档股票的分析 相当客观 既然上去不是出货量 那回档修正 来到我给你支撑性买点 你当然要跟着一起来卡位 所以当他回档 来到16 要敢买 要敢买这种强势性的股票 因为他已经先涨给你看了 虽然大半熟不动 你看得很难过 是因为你手中可能都是弱势股 我们现在介绍给会议的 这些放空避嫌弱势股 如果你手中刚好有的 你就卖 如果你真的不会做避嫌空单的 至少我们介绍的这些 弱势形态往下修正的 弱势股 你要懂得卖 把资金抽回 转进我给你介绍 这些强势性的个股 你看一下茂连 又来到16 全市场应该只有我告诉你 当天你要敢买 买完之后隔天大涨151.5 看到这样筹码稳定的现象 我说它一定会过158.5 还记得我给你个结论吗 因为158.5那一天不是出货量嘛 所以洗下一定会再上 基本面棒筹码又稳 它有没有创下波段新高 来到162嘛 两次16 告诉你可以承接 过了158.5创新高 6月12号上礼拜五回档 是因为量不够 那量不够当然有两种 朋友你可以稍微记住一下操盘的刑罚 如果低档量没有出萎缩 可以接受 但是高档如果量不够 出现量价背离 站在卖方 记起来 这对你未来 每一档股票的一个运用 多有帮助 所以你看我节目 不仅可以赚到钱 还可以学到东西 我会尽量传授一些 你可以学到的简单的技术层面分析 但是比较深的 就不方便在电视上告诉你 因为其他分析师也会看我的节目 所以整个一个茂连 6月12号上礼拜五 量不够嘛 高档量不够量价背离 卖 上礼拜五的茂连 1.22分 156先卖啊 因为动能不足啊 卖在156的茂连 结果呢 它股价是回档三天 修正耶 我接回耶 我接回的位置在150啊 9.51分 茂连 156卖出的部位150附近买回啊 新会员空手指 当然要跟进啊 因为之前那一段 146到156 赚十块钱虽然不多 你没有跟上没关系 但下一次的一个赚钱的机会呢 你总是要跟吧 这对新会员超盘的建议嘛 所以会员有先来后到 如果你先来的 当然前面那一段你可以先赚啊 那后到了没关系 让它再度的回档修正 怎么办 你敢不敢买 很初学的技术分析 会告诉你 三根黑鸡棒叫三压 三压要空啦 股价要反转俯充啦 做股票不太简单 你还配合形态筹码 所以为什么在这礼拜二 我敢接回 当天大盘是 破了前波低啦 9186嘛 我150附近 把它做接回的动作 同样我真的尽我所能 在大盘整理过程 当会创造更大利润出来 多了六块钱的价差 因为我如果上礼拜我156没有卖 今天的茂连回到157啊 回到157啊 多做这一段 是不是多赚了六块钱的价差 我如果没有做 今天一样回到我上礼拜 我的卖点附近啊 所以整个台股的一个结构 很多朋友很纳闷 美叮当 美叮当 是因为目前的一个整理时间还不够 所以他要拼命的拖 拼命的磨 让符合越来越轻 大盘才有机会走高 但是在还没有机会往上走高之前 盘胜的整理 你所要定出的策略 就是要做多强势股 放空弱势股 多空双向操作 这是我目前给予会员的规划啦 两边都要赚 免客气 有些股票 会上去我当然会做多 有些股票很明白 他就是要往下做修正 不避险放空 我觉得对会员 也是没办法交代嘛 不能因为大半数不动 所以你跟会员讲说 不好意思 我没办法帮你负到钱 是因为拌不上当 不可以这样 会员跟我们之间的合作 是因为他们先假劳肺肺 所以我要尽我全力 帮会员撞造更大利润出来啦 所以这次的帽连 你看多做了一次价差 我相信会员知道我的用心啦 你自己看一下 156卖出的部位上礼拜五啊 这礼拜二 你看到这样的黑黑棒 你敢不敢买啊 他妈你问问你自己 就如同这一天的16 你敢不敢买啊 什么是反市场操作 什么是低接低风险的一个操作 我有没有办到 所以呢 156卖掉 我150接回啦 那会多赚了这6块钱的加差 接回有没有对 礼拜二逢第一层接 今天的一个帽连来到157 今天的帽连是五天转折向上 两次的操作 几乎是在每一波的低档 代会员坐上车嘛 掌握的就是强势股的一个两大要素 基本面要强 形态要够强 帽连的基本面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动车概念之外 另外Type-C连接器 是今年度的业绩双引擎嘛 所以指标性的个股 尤其是电动车 看哪一档 看美国的Tesla 你看看之前它一直走高嘛 到昨天晚上 Tesla股价再创破断新高 昨天晚上涨了7.29美金 我们把一档股票 会影响它的走势 不管是筹码量价基本面 跟相关的强势股都给你带到 你来跟我操作 几乎是零风险 利润你有沒有辦法賺到 你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嘛 所以對於目前的盘勢 你只要看清楚它的内涵結構 定出對的策略 你一樣可以賺錢啊 利望也是一樣啊 你看一下 我們也是在創新高那一天 先賣一趟嘛 之前不管是300 335 350 460的買點 我們在6月2號 創高後無力的一個利望 我賣在485 對 485賣掉之後 股價回檔修正五天 來到430.5 好朋友我告訴你我會接回 我會接回 我說到有沒有做到 我是會待會賣股票的 貿連156賣掉 150接回今天來到157 利望也是一樣 485賣掉 我跟你說我會接回 差了50塊錢啊 我會有沒有接回 接回的位置在435 當天收433啊 你看一下訊息的內容 自己去對時對價 保證一定買得到 435從容不破低接 接下來股價 有沒有大漲 你要懂得高出低進抓轉折啦 股票就是一個put down 一個cycle 高低點看得清楚 你多空雙向都可以大賺 我沒有跨口 今天你看到我們做這個強勢股 有沒有一檔一檔往上走高 弱勢型態的股票 今天名利創下波段低點 兩邊掌握清楚的方向 是不是兩邊都可以賺 多空雙向都可以操作啦 所以利旺 在昨天的節目 我告訴你我還在加碼 我還在加碼 我435買完之後 昨天470 我加碼的位置在446.5啦 強度夠嘛 所以466.5加碼買進啊 你自己對時對價嘛 昨天給你的分析 是加碼 我要運用所有的一個專業實力 幫會員創造最大利潤 做對當然要加碼 上去減碼 今天利旺創下波段的新高 最高489 進了前波高對不對 我上一趟賣了485啦 那既然進前波高 我認為這一次 沒辦法一次突破 494.5前波的高點啦 所以我當然選擇再賣一趟啊 今天早盤9點14分啊 大盤支出是大漲 趁大盤好的時候賣一些股票啊 利旺進前波高 483附近賣出 9點14分 當時候股價484 對時對價483 保證一定賣得掉 早盤看到利旺往上衝 但衝高的過程 力量不太夠 眼看沒辦法過前波高 那就先賣 再賣一趟 賣在483 尾盤收47 4.5啦 差了快10塊錢啦 我當然是賣對啊 因為前波的高點 我賣幾塊錢 賣在485啊 接回在435嘛 是不是 這你看到的過程啊 485賣 435接回啊 接回之後 今天483再賣一下 再賣一趟 從435到483 光是這一趟 又多賺了48塊錢 一個價差 帶領會員的過程 重視的是一個流程 一買一賣 決定會有一個輸贏 我有沒有帶會員 衝容不破的一個下車 兩次的賣點 我都讓你知道 上一次有沒有賣對 今天會不會賣對 下禮拜你就知道 所以對於盤式的一個整理架構 盤的一個操作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 你只要掌握住 做多強勢股 放空弱勢股 兩邊的行情 其實可以讓你賺更多 休息一下 再回到今天一個現場 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隨便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 1111 巴菲特 巴菲特 先打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打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打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出價 門錢挑高點 風景美一點 燈光挑暗點 氣氛好一點 捷电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现正时时钟 基本面不用我讲 主力色彩的 还有什么基本面可言吗 所以你看到 之前三月份 140转弱 可以卖可以空 接下来两根停板 横向整理又再度的走落 上礼拜五 出掉 不仅告诉你要出 还可以做避险放空的动作 这礼拜二是不是来到波段低点 上礼拜五 从114.5撒到102 礼拜二 最低87.2 我说这种股票还没跌完 还可以再空 还可以再空 因为它基本面 不怎么样 形态弱势 今天免疫股价 更低 剩82.2 盘中跌停板 当然今天 跌停板打开的同时 你这边其实可以 空单先回补一下 等它弹上来再空 因为今天的成交量 一万多张 有一些人进去进场逢低阶 我只能给你点到如此 所以这种弱势形态的股票 弹上来 一样可以站在空方 这是我们告诉你避险的空单动作啦 两平都贪 不太贪啦 你只要看清楚方向就好了 优客 张股票 你看一下去年度亏 去年度第一季还在亏 一直亏啦 亏钱的公司 同样 如果你是 刚来到股票市场上 你当时候的初衷 你是不是想买基有股 投资他们 赚到可观财户 所以这张股票 第1个要素 就不及格了嘛 看这款股票 得了解公司 你敢买吗 可以买吗 可以买吗 一直在亏损的公司 股价炒作完之后 一定会下来 你看这种筹码面 非常凌乱 融资额高达将近2万张 到时候会多杀多啦 到时候就以跌止跌喔 那时候情况就很恐怖 最终股票 基本面 形态头部都形成了 要懂得放空避险 昨天告诉过你呢 反弹上来就要空 为什么 这根中长黑的一半 是他目前最大压力 很难突破啦 所以反弹上来要会空 如果你有多单的 反弹上来要会卖 这种弱势的股票 同样上来要卖多单 可以放空单 如果你手中的持股也是如此 弱势股上来就卖吧 资金 抽位啊 转进我们给你介绍的强势股啊 如果你不会做空的话 所以对于目前的一个行情 大盘 虽然不太会动 但是 这就是一个个股表现差异的盘势嘛 帮北叮当啊 个股表现啊 一千多档股票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会上 有三分之一的会下 那你就做多那会上涨的股票啊 放空那会下跌的一个 弱势股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强势个股的操作 我们这边做得相当犀利 能赚我真的尽量赚 你看一下帽连那个6块钱的加差 你看一下 利旺 两次的卖点 上次卖在4.85 430 435附近接回嘛 今天483再卖一趟啊 这都不是 很容易做得到的一件事情 同样你问问你自己 你帽连你会这样做吗 利旺你会这样做吗 江星段 三天波动的转折是谁告诉你的 行情真的不好做吗 江星段这两个礼拜没有一天是掌停板 掌停板 10%嘛 我们创造了20几%的利润 6月5号 江星段 基本面成长OK 上去之后回档我才买 安全吧 我有带会员最高到 93.9这个高点吗 回这支撑直跌才进场 6月5号 买在77 涨三天 上礼拜二 85.8卖 11.4%落袋 快进快出 你自己看这个讯息 的内容 你自己对时对加 不管是买还是卖 都是同样 77买 85.8卖 这样11.4% 高点有卖嘛 下来测试 77的支撑 守住 79当天就接回 接回之后 是不是又三天了 上礼拜五啊 三天波动转折又到了 86.2卖 79 86.2 一买一卖 这样又9.1% 因为三天波动转折又到了 两趟的一个时间 所带给会员的利润 将近20% 这两根停板嘛 没错吧 那这礼拜一 他回党修正来到81.3啊 我怎么跟你预告的 上礼拜我卖在86.2 礼拜一 跟你预告 礼拜二 就是关键性的第三天 我会没有邀请你准备来进场 这就是预告 这就是预告 礼拜二我会没有进场 将行断 三天转折买点又到 9.32分 80.5以下买回 当着交易80.1啦 保证一定买得到了 因为尾盘 说80啊 我告诉人 80.5以下买回嘛 我有因为 它没有涨 就告诉你 我没买吗 礼拜五 既然我高点 再卖一趟的将行断 我卖给你看 上礼拜五 86.2卖 礼拜一 是不是下来 来到81.3 第二天啊 所以跟你预告 礼拜二是关键性的第三天嘛 所以要准备进场啊 有没有进场 有没有进场 80.5以下就买 这不是真的叫做好吗 我因为它跌 就告诉你不可以买回嘛 所以昨天的动作 相当明确嘛 将行断 礼拜二啊 80.1买回嘛 礼拜三是不是上去了 是不是上去了 那今天礼拜四 要不要卖 因为又第三天了啊 所以今天的一个将行断 股价走势如何 第三天依然上涨 第三天依然上涨 我最后也跟你讲过啦 如果他有越过这一天的高点 这一根K棒的高点 当然不用卖 不用卖 今天有没有过 没有过 所以我今天做出什么动作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今天礼拜四将行断 三天转折又到了 今天没有办法越过这个高点没有错 所以我先卖一半 那为什么要先卖一半 因为我认为下礼拜他有机会 形态突破啦 懂我操作的用意吗 礼拜二80.1买回 礼拜三涨 今天礼拜四又涨三天了嘛 三天转折到了 没办法越过那个压力点 所以我先卖一半 80.4以上先卖一半 一定卖得掉 9.34那里加啦 当中股价85.3嘛 尾盘84.5啊 所以我告诉你84以上先卖一半 一定卖得掉啦 随便你卖 卖一半的原因是因为 没有过这一根K棒的高点嘛 但是我认为下礼拜 有机会突破啊 这是我们操作的用心啦 所以一档 符合巴菲特价值型投资概念股票 你跟我低接 你会享受到可观的财富 就像同志 你自己看一下 我们6月10号 看他筹码非常稳定 形态走强 我们带你买 6月10号买在175 买完之后是不是工暂停 工完暂停之后 洗了四天啦 来到172 我是不是套牢 买在175的啊 那这礼拜二 剩172啊 如果他走落了 该停损我会告诉你停损 但是如果一档强势个股的一个波动循环架构 符合多方性的一个结构 不管是量价筹码 形态 我告诉你 一样 站在买帮 所以这礼拜二 来到172 4天呢 我说洗完再上 这当然是一个买点 礼拜三 有没有上 果然5天转折向上 来到178.5 今天一个同志呢 已经来到184的 同样 172的买点 你敢不敢跟 我买在175 来到172我告诉你洗完会再上 我们给你务实的分析 是不是在帮助到你的操作 一档股票下跌我告诉你可以买 这种操作模式不是只有对一次 你刚才看到帽连也是同样 将近段也是同样 所以今天一个同志呢 已经从172 来到184 我有没有能力让会远 反亏为盈 我有没有能力让同样 你反败为胜 希望盘氏整理的架构 两边都可以操作的 模式 你可以好好的跟上来 做多强势股放空弱势股 目前的一个策略 多空双向我都会操作 两边都要赚 不想如何多空双向 操作的 欢迎你直接加入我们的行列 这礼拜六是端午节 先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 今天打电话进来 有很大的优惠 至于把握一下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贫 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风险 应该投资人 应该投资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不同亲切专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特顾02-2781-0909 02-2781-0909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老师说地震时 要蹲下小掩护 不要惊慌 妈妈说疏散时 要不推不跑才会安全 可是为什么大人们都不保护自己呢 房费需要行动 教育需要榜样